体是体会 旧是研究 在我们佛法里面叫参旧 参旧跟研究有什么不一样的 世间人将研究 研究里面有新意识 也就是什么 有分别之处 那参旧呢 参旧不能用分别之处 立妄想分别之处叫做参 这里面呢 参旧者有妄想分别之处 这叫研究 所以研究是世间法 参旧是出世间法 或者是研究呢 是世法 参旧是出世法 不一样在此地 那怎么样参旧法 你多看 你多听 你没有分别 你没有执着 你没有意见 你没有批评 那我们用一般讲的 纯客观 你有分别执着 你有意见 有批评 你有主观观念在里头 主观观念是什么呢 是五种 见惑里面的 见取见 结取见 所以你掺杂这个东西 在这里面 这叫世间法 所以我们要修 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明白 不起心 不同意 不分别 不知处 再说 不批评 不表示意见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没有批评 你才能看出 似是真相 那是智慧 如果夹杂着 分别执着在里面 你所见闻就知 你所看到的知识 不是智慧 知识跟智慧 完全不一样 智慧是很微妙的 所以现在人 求智慧很不容易 他意见太多了 喜欢批评 爱发表自己意见 全是知识 真有智慧的人 是有涵养的人 他看到他不出声 你不想他请教 都不会说的 你向他 他应激说法 看你是什么程度 看你能接受多少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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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